Sony Mobile 在柏林 IFA 展發表了新一代的旗艦機 Xperia XZ3 Sony 官方信心十足 認為 XZ3 的外型、螢幕以及搭配新的 AI 側邊感測功能 創造非買不可的亮點 HELLO 各位自由電子爆3C頻道的粉絲 大家好 我是Sony Mobile 啦啦 今天的啦啦為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現在 Sony Mobile 推出的新手機 Xperia XZ3 那這支手機有哪幾個特點呢? 讓啦啦來幫大家介紹喔 首先第一個就是它的外型啦 大家可以看到啦 手上這支顏色就是我們粉絲敲碗已久的酒紅色 是不是超級美的? 這個紅色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加上呢它的外型是非常的輕薄 可以看到它側邊呢其實只有3mm這麼薄 然後呢它正面螢幕呢採用的是 Bravia OLED 螢幕 而且是來自Sony 的電視科技 那這支手機呢它的螢幕採用的 OLED 呢 它其實是可以讓我們的螢幕顯色更加的對比更好 然後螢幕的飽和以及更加的清晰 那再來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呢 第二個重點就是說它其實呢 側邊是有 AI 的側邊感測 你可以看一下 像我只要這樣子呢對著螢幕這樣點兩下 其實它就會跑出來喔 這個呢其實它就是會出現你的應用程式 常用的應用程式 而且它是會依照你平常的使用習慣來做調整 例如說我們平常早上在通勤的時候會開啟YouTube 那這邊呢它就會呢記錄說 欸你早上的時候最常看YouTube 它就把YouTube出現在這裡 那呢晚上的時候呢你可能要搭公車了 那你就會呢這邊就會換成是公車的APP 是不是非常的聰明啊 有四點以外進 相機部分 超慢速錄影 預拍功能也都具備 Sony並在XZ3加入臉部動態表情的功能 另外 XZ3也會在偵測到畫面時 自動開啟相機APP相當聰明 XZ3的音響音量也是歷代最大 規格上XZ3則保持旗艦定位 維持了Android手機業界目前的頂規規格 首先很開心的今天我們透過 與柏林全球同步的這樣一個場合 發表了Sony Mobile全新的XZ3的這一款 Sony第一款的OLED的智慧型手機的螢幕 那同時呢它也兼具了很多所謂現在 AIE的趨勢的很多功能在這一款全新的智慧型商品裡面 我想說以這個商品呢 其實一直以來 Sony集團都很希望透過很多影音的先進娛樂 讓消費者能夠達到更深入其境的這樣的一個感受 MING PAOONTO MING PAOONT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